而男子組的部分上屆亞軍的新榮高中 今年終於在八強賽開湖了 新榮高中這趟北部之旅真的是相當的不順 主力球員接連受傷之外 其他球員還出現了這種上吐下吸的狀況 對 這狀況真是蠻糟糕的 不過遇到這樣的困境 今天對上屏東高中新榮是背水戰 最終新榮是以81比80一分顯勝了 也結束了準決賽的三連敗 新榮的四強夢還留有一線生機 新榮高中後衛曾永告囚禁不算 新榮高中教練田本玉興奮的衝進場內擁抱球員 因為八強賽悶了三場 新榮終於開湖了 那一股氣憋在胸口很久了 今天終於可以吶喊了 因為終於開湖了 新榮後衛高孟偉在八強賽第一場就弄傷右手肘 球隊如果今天在輸球恐怕要無緣四強 在背水一戰的壓力下 他只好帶傷上陣 最後一截面對屏東的反撲 他單截得到了12分 幫助球隊以81比80搶下重要的一勝 熱開的時候就不會痛 就是一開始都會卡卡的 然後我都會綁起來 然後熱開的時候就不會就拔掉了 四汗都不能打了 球隊沒有人可以跳出來 這次就想積極一點 然後幫助球隊 然後就積極搶分 新榮這一次八強賽狀況連連 除了高孟偉帶傷上陣 前一場都思汗打到競籃 今天關鍵一戰 他還是皮刮上場 比較冷啦 所以小朋友都上肚下瀉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會這樣 然後狀況很多 傷兵又很多 我告訴他們把每一場當作最後一場再躺 盡全力 沒力了就告訴教練下來 反正上場的人就盡全力 傳統強權新榮是上界亞軍 但是今年很可能無法搭上四強列車 教練填本玉在場邊賣力失誘 希望球員不要放棄 全力以赴打好每一戰 不要連下任何的遺憾 聯合報系 李宴偉 許家榮 楊玉欣 台北報導 我用來打 李宴偉 永久過